首相伊斯曼·莎比里在巫统内压力善大 和扎西亡不见亡 所谓的不和都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想多了 其实莎比里和巫统的关系还是很好 这是他亲口说的 自从前首相那集在SRC贪污案中被判坐牢后 巫统当权派就好像被点到了开关 各种紧急会议和汇报会 频密到差点变成了日常 甚至传出各种施压提早大选的手段 包括做不到就格处副主席职等等 不过对于党内的各种急性演出 莎比里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甚至缺席了一些回忆 给了外界很多想象空间 那今天一大早就为公务员 上来不少好消息的莎比里 可能是心情好吧 难得向媒体回应家务事 他强调 巫统内部没有分裂 没有施压他尽早解散国会 更没有要割出他副主席职 还说自己上周六参加了巫统最高理事会议 气氛非常融洽 不存在任何的问题 就算有意见不合 也是很正常的事 虽然讲到什么问题都没有 巫统内部很peace 但是巫统老儿莫哈莫哈山 昨晚却抢先做发言人表示 首相莎比利已经承诺 会在今年内举行全国第十五届大选 有可能会赶在十二月前举行 因为十二月经常会发生水灾 尤其彭亨 巫统可不想选民们游泳去投票 或许党内部权力斗争是巫统自家式 但是牵扯到全国人民生活的大选 就是我们大家的事了 首相伊斯曼莎比利 有没有跟巫统达成什么协议 不断被施压提早进行的全国大选 真的会在今年内举行吗 想知道最新最及时的政坛消息 记得要留守热点Hotbox 别忘了like follow和share这支影片